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玄奘三藏法师意的般若波罗密多心经 而大家耳熟能详的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就是出自其中 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心经是般若系统里篇幅最短的经典 但它具备般若经典的核心要素 也是般若经典中最为精要的部分 今天小编就从心经的角度探讨如何建立正念 完成心理治疗 中国人最早对佛教的接受与老庄思想有一定关系 般若讲的是空 老庄讲的是无 空和无的思想比较容易挂钩 那空和无是不是一回事呢 有差别的 但是这两种思想的接近之处 对于佛法的洪传起过很大的作用 比如为晋南北朝时期 中国的文化界盛行玄学 这是从老庄思想中发展出来的学说 当时佛教的高僧和社会上的名士交往频繁 经常在一起谈玄说庙 到了隋唐时期 般若思想形成了一个宗派 三论宗 同时 禅宗早期以棱家经为主导思想 四祖之后则以金刚经作为修行的重要依据 在临床心理学没有出现之前 佛教在中国社会上长期担任心理治疗的角色 可以说金刚经和心经为中国人的心理治疗早已立下了汉马功劳 古代的很多士大夫 文人乃至老百姓 苦恼的时候念诵心经 内心就会平静下来 那心经为什么具备这样强大的心理治疗功能呢 般若在汉语中没有能够准确对应的词汇 可以方便地译为智慧 但般若智慧不同于世间的普通智慧 波罗密多译为道彼岸 也可一维度通俗地说就是摆脱和解决问题 般若经典承载的内容正是告诉我们如何用智慧解决问题 你问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佛法解决的是生命的问题 那怎样解决问题呢 心理治疗的功能来自正念 般若就是最高的正念 六祖谈经中把这种最高的正念称为无念 平时我们坐在禅堂里修正念 这通常只是在努力建立一种抵达最高正念的基础 生命的问题来自无明 众生处在无明的状态 无明带来了迷惑和烦恼 说到明 我们立即就会想到光明 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房间里有光 什么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如果没有光就会漆黑一片 同样的 我们的生命也存在这两种状态 明和无明 无明相对明而言 明是指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盏智慧的心灯 这盏灯没有被点燃的时候 整个生命处在昏暗之中 这就是普通人的现实状况 只要对生命进行深层的思考 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内心存在很多困惑 存在很多难以解答的问题 比如生命从哪里来 归宿又在何方 还有 我是谁 大家在生活中早已习惯于以自我为中心 但是什么才是真正的我 是你的身份代表着你 是你的相貌代表着你 是你的事业代表着你 还是你的观念代表着你 对自己的不认识和错误认识 是人生一切烦恼的根源 这就是佛教要解决的问题 在西方哲学中 认识你自己也是一个横跟千古的谜体 我们认识自己吗 我们认识自己的生命和命运吗 生命的开展遵循着什么样的规律 谁决定着我们的命运 那命运能不能掌控 关于这些问题 有的宗教认为有一位万能的神在主宰一切 但人们不一定都会接受这个答案 还有一个问题也很重要 人为什么活着 这里又牵涉到一个问题 生命的意义在哪里 如果我们对生命缺少认识 我们的生命就谈不上有多大意义 大多数人可能都不会仔细考虑这些问题 只是根据感觉和需求忙忙碌碌地活下去 每当一种需求被满足的时候 就觉得这对我很有价值 于是问题又回到了起点 人们抛下这些重要的问题不去探索 需求什么就会去追逐什么 却没有去审视 我们的需求健康不健康 某种需求给自己的生命带来的是成长还是堕落 给社会的发展带来的是正向的推动力还是破坏力 这些问题关系到你如何决定和选择你的未来 如果你根本不知道推动命运的力量是什么 那你的未来怎么可能幸福呢 大家都关心自己的幸福 可是有多少人找到了通往幸福的正确道路 以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之内 由于社会经济不发达 人们把不幸福的原因归结于物质环境 现在很多人都富了起来 然而许多富起来的人惊讶地发现自己并不幸福 幸福的程度并没有随着物质的提升而提升 那么主导幸福的力量是什么 凡夫的生命处在无明的状态 看不清楚生命的走向 只是在昏暗中不断地追逐和摸索 团团打转 那我们需要做什么呢 那就是直面现实 生命蕴含着各种各样的力量 无明代表一种强大的萌昧的力量 这使人们看不清楚自己的生命 还有贪欲的力量 各种各样的对外界的需求 对财色明时税的需求 对地位的需求 对情感的需求 这些需求推动着你不停地向外追逐 在追逐中又不断制造需求 还有情绪的力量 这些力量共同组成了生命的曝流 在这种曝流的冲刷之下 我们千方百计地满足需求 逃避恐惧 比如没有安全感的时候 大家总想着多赚钱 赚了钱多买点保险等等 还有的时候 我们用各种各样的娱乐 让自己暂时忘记痛苦 但我们很少回头审视 恐惧是什么东西 没有安全感又是什么东西 是否多买些保险就等于有了安全感 是否逃避恐惧就会没有恐惧 因为科技的发展 文明的进步 现在的人解决问题的能力很强 但是现在的人制造问题的能力更强 社会问题很多 因为我们从来就没有直面问题的根源 所有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就是内心的焦虑和恐惧 这个问题一般人都不敢面对 一天到晚都在逃避 拼命逃避 逃避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那佛陀对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 《阿含经》中记载了佛陀在森林里修行时 如何面对恐惧 当佛陀禅修时恐惧升起 他不改变姿态 继续禅修 回光返照 观察恐惧 看看恐惧是一种什么心理 他到底能对我怎么样 运用智慧的绝招直面现实 恐惧终将消失 禅宗二祖向达摩祖师请教如何安心 达摩曰 将心来 于汝安 不安的心是什么 当你向内审视时 你会发现不安的心根本找不到 这就是佛法的禅修 帮助我们直面内心的情绪和纠结 这些情绪是没有根的 它的产生来源于错误的设定 轮回的河流从无尽的过去延续到无尽的未来 佛陀在解决轮回的现象时 探讨轮回的源头在哪里 普通人做事随波逐流 佛陀则是逆流而上 这个探讨源头的心理过程 用佛教常规的方式来表述 叫做十二因缘 十二因缘的十二个要素是 无明 行 时 明色 六处 处 受 爱 取 有 生 老死 老死是我们当下的现象 凡夫的生命必然老死 从老死去寻找产生老死的因 这种因是业力的因 也是内心烦恼的源头 会找到什么呢 就会一步步追溯到无明 光明不在时 黑暗让你感觉到 它是个实实在在的东西 很可怕的东西 它是一种力量 让你什么都看不清楚 可是只要点燃一盏灯 黑暗又是什么 智慧的心灯通过禅修 被开启出来的时候 内心的无明就被驱逐了 学佛的过程 就是点亮心灯的过程 释迦佛对我们这个世界的 众生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就是发现了每个人内心 都有一盏智慧的心灯 每个人的生命里 都具有佛性 佛意为教 佛性就是觉悟的本性 禅宗就是秉承这样的 见地修行的 每个人的内心 都具有觉悟的潜质 每个人都有解除 迷惑烦恼的能力 也就是说 每个生命都具有 自我拯救的能力 如果你问 谁是最好的心理治疗师 佛法的智慧会告诉大家 是你自己 无论是从身体的角度 还是心理的角度来说 我们都具备自愈的能力 优秀的心理医生 所做的工作就是疏导 帮助来访者获得内在 自我治疗的一种正向心理 传统的中医 也是给病人做一个疏导 让身体恢复本身的潜能 佛陀不是一位发明者 他是一位发现者 无论佛陀是否出世 佛法的真理都存在 佛陀出世的意义 就在于把真理给大家开显出来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期待大家在视频下方 留下自己的感悟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观看